各位老师们好 到下午吃过一餐很好吃的饭 要非常有精神讲 是有一点崇战的 所以我想现在在我们课之前 首先请问一下现场 有谁有听过世界咖啡馆这五个字了 那有谁有亲身参加过的 那么有谁有引导过的 有加入一个引导同队来引导 好那所以现场会有 大概不到一半的人是有听过的 或者是有体验过的 那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叫大团体的方式来 让各位做一点讨论 那在做这个讨论过程里面 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身份 事实上我们今天的身份呢 不是以老师们或者是教授们 这样子的一个个别领域的专家 那么我是余佩山 我本身是在做这个创意方面的引导 做的蛮多的 我之前在2012和2013的时候 也有执行过SHS的计划 做过他的BLA计划 然后就目前暂时没有参与 那么也是因为这样 因缘机会认识了陈老师 然后促成了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么另外就是我是一个团队引导师 这英文叫做group facilitator 然后专业叫group facilitation 请问现场有谁听过团队引导 或者是引导这个专业吗 请举手一下 好看来是少数啊 然而这个专业呢 在欧美地区呢 已经非常的成熟 而且在大学教授里面 他们上课基本上就用这种方式在上 不能说是所有人 不过很多人是用这种所谓互动的一种 特别的技巧 那互动是要有技巧的 因为他并不是只有 我问你你讲 我再问他他在讲 我想每个老师都有经验 在课堂上想要同学讲话 他就是很闷 或者是他有时候会天马行空 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 你拉都拉不拐 或者是他讲得过内容里面 你觉得他完全在讲另外一个东西 那你觉得怎么办呢 这也是促成我在十几年前 开始走上这条路 就是我想要去探讨方法 我不只是想要探讨所谓创业思考 或者是行销 这是我的本行的这样的专业内容 我想要探讨什么做 那同时我个人在东海大学 是七晚七的副教授 所以我的主科就是行销管理 消费者行为和创业思考 那我另外两位伙伴 他们是来自于业界 一位就是吴资讯女士 她跟我一起在当年一起学领导的 那么她个人是在曹邦文教基金会 这是一个在台湾在大量推展 所谓对话力 还有就是社群和社团之间对话的 这样子的一个基金会 同时他们也举办蛮多的工作坊 专门是在介绍 还有培训引导的一些技巧 将来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我们联络也可以来参加 或者是参与这些分享会 那另外一位是张贵芬女士 张贵芬女士呢 她也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引导师 同时她还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 叫做国际引导师协会的 重要的其中的这个干部 然后在亚洲地区专门在推广 有关于引导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专业技术 所以我们今天的合作伙伴是这两位 那我先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一下 我为什么具备这个身份 我为什么可以来站在前面 不是用演讲的 而是用引导的方式 跟各位展参今天的活动 首先呢就是 因为我是一个实作的团队引导师 在这个方面 各位要把我的身份切开一下 我现在不是在扮演老师的身份 我现在扮演身份是一个引导师的身份 就像我刚刚讲是一个facilitator 引导师在做什么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是我上课的现场 那我也是有做这个计划 所以在做计划的时候 我们经常的这个活动的上课的形式 针对大学部研究所包含EMBA的同学 包含我在做业界的非应力组织 像是各式各样的协会 像我曾经做过像弘道老人基金会 它就是个便利组织 那营业的组织各式各样的公司行号 政府的单位机构 简而言之团队引导就是一种顺势力导 所以请各位就是注意的是 我们在现场不是在教导 也不是在带领 我们是在陪伴各位 那这个陪伴要怎么陪呢 就是一个顺势力导的过程 然后它是个团队动力的一个顺势力导 让这个团队动力可以发扬出来 而不至于变成维持是一个散杀 让它变成一个团队 可以向前启动向前迈进 那它的用途是放在哪里呢 创意发想这种典型的 在引导技术里面有一些技术 是专门拿来针对创意思考的发想 发展和聚焦 怎么样去把一些构想呈现出来 就会变成有型的产品 另外一个是 另外一个是它很重要是在做策略规划 像很多组织要做组织发展 未来的一年的一个行销部门的规划 业务的规划 组织的策略包含市场的规划等等 那这些都是可以用领导的技巧来做 那当然可以用来做开会 那我想现场许多位同仁都开过会 也可能有很多会对各位来养生很沉闷的 或者是都是在听领导宣导 让大家坐在下面有很多的想法 那这些想法可能在茶水间 或厕所里面会表达 那然而不会在人家面前表达 也是因为这样有一种专门的技术 就发展出来 专门针对把茶水间和厕所里面对话 也变成你开会现场你愿意分享的一个过程 那是另外一种大型团体的技巧 叫开放宫殿技术 接下来是我们来做学习 这是我们身为老师最可以利用的 从幼稚园开始其实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让小朋友去探讨讨论 然后去学习他们的生命的各式各样的面向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对话 对话的意思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一些团体 也就像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可能各位今天听了一天的内容 现场有一些伙伴们还没有任何的机会讲话 或者是任何的这个方式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些困惑意见或想法 那我们等一下就会透过这个开放方式 让大家有机会都表达一下 然后有些时候在分享经验 引导技巧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它的起源就是来自于艺术欣赏 现场可能有些伙伴们是在做艺术人文方面的专案 那么艺术欣赏这个非常抽象的过程 我要怎么样把我看一幅画的经验能够对人家表达 那这个东奖西奖大家聚不在一起 所以就开始发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的领导技巧 就是几问题是从这个艺术欣赏这样的一个需要产生的 接下来我的第二个身份是我是东海大学的气管界老师 所以我是从这个所谓的内容专家开始 然后后来觉得不太满足就开始去发展我的另外的方向 那么我曾经做过这个Fullbride到美国去 在这一年里面专门是在美国就是分享和学习 创意思考的各种领导技巧 那么我这写错了我应该是B计划的 所以我在做的就是创业研究学 就是把创意思考加上领导力这样的一个针对高等教育中的 智慧转向的这样一个主题来做探讨 那么好这是在哈佛大学 那么这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同学在做脑力激荡的一个 现场的一个空间的布置 那么这个是另外一种创意思考的技巧叫做乐高 所以主要是给各位看一下各式这样的引导的现场 可能他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考量和一些布置 那么接下来呢我也是一位老师 我很希望我们未来的年轻人他会有更大和更多的成长 那有不少我教过的同学他们在事后他们进入了企业 有些进入了像是Nike这样的公司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服务性的公司 他们会时不时的写信给我说 原来老师你当天在上课的时候做的那种方式 那种开放式参与式的方式 他们并不知道那是引导 然而他们会说我现在在做我们公司的教育训练的时候 我们公司也是这样做我们公司请了一些陪训师来 他们也是用这种参与式的方式做 所以我才知道原来你当时在做的东西 对我现在是有连结的是有关系的 好 这是我在跟基隆教育处的一些中小学老师 做一个两种工作坊 好那接下来我这个教练 引导可能各位像没有听过 教练可能各位听过吧 除了教园打球教练 现在还有一种教练是个人教练 他是所谓企业教练 或者是个人生命教练 这也是一种一对一的技术 那么教练比较是倾向于一对一 那么引导比较是倾向于一对多 虽然他并不见得一定都是这样来做分类的 好那我们现在稍微讲一下是 老师跟引导师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给他的角色是扮演引导师 老师基本上面就是内容专家 所以我们都一定会问老师 你是什么领域的 你是什么科系的 你在做什么样的研究 你专门教什么样的课等等 所以他是一种知识上面的传承者 他会辅导学生 他独立学习 所以他是内容上面 叫content expert 那么引导师和教练就完全不同 他们是过程或流程的专家 意思就像是如果今天有个食谱给各位 那叫各位去做一道大菜 这个蓝带三星级的一个食谱 我想各位看到这食谱 还是觉得中介有很多技巧 很诀窄我还不会 我虽然看到了一本手册 并不表示我就真正掌握这个流程上 该怎么样去带动 就包含像工程师 包含像开飞机的这个机师等等等等 那这些都是过程的专家 他是经过千锤百变之后 他对于这个程序上面有很多的 这个特殊的忍耐 所以他是团队的陪伴者 观察者和启动者 他并不是在教导 他也不是在所谓的传授 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过程专家 还有内容专家上面差别 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做 世界咖啡馆 那世界咖啡馆是一种领导技巧 首先让各位知道一下 他并不是唯一的一种领导 也不是最重要的领导技巧 是其中一种 是我们针对今天这个现场的动力 和需要而设计出来的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会请大家换一下位置 在领导里面 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管理上面有所谓移动式的管理 那领导上面也有所谓移动式的学习 移动式的学习非常容易做 就像我前面这位应该你是助理吧 等一下你就带着你的带子 站起来有必要话就换到下一桌 这就叫民共识学习了 一点都不难 好所以世界咖啡馆的起源 是来自于一个意外 一群人他们想开大型会议 突然下了一场大雨 他们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 然后他们又很不甘心 就这样结束 所以他们就想我们就移到室内去 室内有个像咖啡的空间 咖啡的咖啡馆这样的一个休闲的空间 那我们就在里面继续讨论 然后随着他们讨论的热情 他们就开始换桌子 因为有些时候不同的人想跳到不同桌子 听听看别的桌子在讲什么 于是透过这个换桌子的过程里面 他们很意外地促进了一个 所谓社会创新的过程 就是世界咖啡馆 它已经存在20多年了 第一个就是他希望有开放性的讨论 他不希望这个讨论过程里面是致世的 是单向的或者是非常的有某个资深的人士 去主导大家的讨论的方向 第二就是专注在重要的事 所以我想参加这一组 我想投入我的讨论 一定是因为我有热情 我如果是被逼讲话 我想每个人都有被逼的经验 你就会觉得你不想讲 或者是你想推等等 那如果各位老师在邀请同学讲话过前面 应该也会有一些同学会觉得他被逼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呢 就是讨论自己想讨论的事情 这时候人就有动力了 现在贡献自己的想法 所以每个人想法都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我们都是计划的一份子 未来我们要贡献给一个计划 那也希望这个计划给予我们养分 让我们能够做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 所以说出这些想法是很重要的 现场一定会有一些同仁们是比较不爱讲话的 在同一桌上一定也会有人比较爱讲话 所以我们等一下的要点就是 当我们在爱讲话之余 鼓励那些还没有讲话 邀请他讲话 邀请他讲话非常简单 你就说那你觉得呢 这样子就可以创造一个空间 让他有机会说说自己的想法 接下来是聆听 当有人有意见 他觉得非常重要 非常热切想表达受 就是聆听他的意见 同时听他意见背后的出发点 他可能带着一种出发点在讲 所以你不用同意 你也不用这个去反驳 你只需要聆听就是我听懂你的意思 我知道你在关注的是这样的一个面向 是这样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主动的聆听也就是他讲什么都是尊重的 并不需要同意 而是接纳他讲这个东西的出发点 寻求理解 如果有人在讲说他做这个计划觉得非常的困惑 那你就可以问他那你困惑是在哪里 去了解他到底内心的想法是出自何处 连结想法 有人讲说他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聚焦在讨论沟通 当有些人讲出沟通的意见的时候 你可能就可以跟他连结 我给你有一些跟共同的脉络 或者是我跟你有共鸣 然后我想回应一下 接下来就是玩耍、涂鸦、画画 这个我发现很多的老师们不太习惯做 所以我现在邀请各位来实验一下 请从你桌上的杯子 你看这是各位的咖啡碗的杯子 请拿一张拿一句笔你觉得喜欢的颜色 请各位就拿一句笔拿在你的手中 好把底套拆下 然后我刚才讲了大概五分钟的话 各位觉得此刻冒上你脑海 有什么几个字你想写的 有什么画面出现 完全不必合理 你不用觉得我应该要画一个 漂亮的一个什么东西 不用你冒出来什么 或你想写自己的名字都可以 就请你在这张纸上面随便写 随便写几个字好 要给人家看你就是想画 或者是你想记录一些摘要 我免得我等一下忘记了 我想赶快把握时间跟大家讲 那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画画和涂鸦 那张纸是给大家去越涂越黑的 不是让大家保持洁白 所以你就大胆的用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各位都知道 我们去喝咖啡 绝对是为了快乐去喝 不是为了正经发白 所以在这过程里面 请大家尽量带着享受的心情来讨论 不需要感觉到 你必须要讲一个非常有内涵的高深的 或复杂的话 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就可以了 所以世界咖啡馆有什么流程呢 我现在要请大家来做移动式学习 我们希望五秒钟之内完成 同时这桌通常没有人做 根据经科预理 因为大家都认为那是最前面的一桌 超级站区 我去劝别有人要做 相信我过一分钟之后 你再也不会认为 那个地方的超级站区 因为现场所有地方都一样 就像咖啡座一样 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地方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给各位一些指令 第一个就是 请每张桌子上保持四个人 四个人 第二次这张桌子上这四个人 请来自完全不同的计划和领域 所以如果你是人文的 去找科学的座下 你是海洋的 你去跟这个艺术的座下 尽量是让每个座上呢 每个人都是来自不同领域 不认识的 好 请站起来 十秒钟我们去找到自己的位置 世界宽配馆流程是什么 那我们刚才看到自由座下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跟 完全不同领域的伙伴们坐下 这是一个新的学习的机会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报到 接下来选桌长 每一张桌子上会有个桌长 这桌长怎么选呢 就在你们桌上 请举手下有哪些是新手 新手上计划的 就我是第一年的 请在你的桌上取下手 每一张桌子都有吗 那一张桌子都是 好 情况下 有哪一些桌子是有 不同计划的 AB 类的 就是都有的 请举手一下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好 所以你的桌子上的 AB 类计划 请举手一下 所有 AB 类计划 请举手一下 好 那所以一直表示 所有其他都是 B 类计划 好 请放下 那么 为 A 也是 A 嘛 对不对 也都是 A 啦 好 整个 A 群就是 那么桌上 在这桌上 谁穿的衣服颜色最鲜艳呢 举手一下 我可以自己认定就好了 我可以不用问我 那个红色或黄色哪一个 比较鲜艳 好 有吗 好 有些人已经在退拳 好 所以你的桌长就这样选 从这些举手的人生上选 新手 老手 新手 衣服鲜艳 请你能选一个桌长 好 十秒钟 比坐这个方向都桌长 对不对 因为通常桌长是做这一个 好 好了吗 请每一桌的桌长一位 请举手一下 好 这边 这边出来吗 这边有桌长吗 好 好 好 那不用担心 我们现场不是玩整人节目 不要觉得举手 会有很可怕的节目 那边有吗 桌长 好 那边有桌长吗 好 所以桌长 对我们现在要选出桌长 然后等一下我们会讨论题目 然后讨论题目之后会做总结 那桌长他有些任务 所以选桌长也不只是举手 还是有些事情要做 等一下我会告诉各位 那在完整的 在一般的世界咖啡团做法 会有一些总结的报告 然后贴上墙面 我们今天就不会贴上墙面 因为各位看到现场没什么墙面 而且主办单位这边非常强调一件事 就是我们要准时结束 因为要让大家搭结果车回去 所以有关于欣赏别组报告的部分 我们会开放一个时段用口头 然后书面的 我们会请计划办公室这边整理 以后再跟各位分享 所以各位日后会看到 然后我们会做一点未来行动的想象 就是我们讨论这么久 这个时间不要浪费他 我们会讨论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该做 可以做什么 然后接下来就今天的心得分享 大概是这样子 桌长要做什么 请各位桌长不要忘记 等一下你的任务就是这个 我们时间上是25到35分钟一个单元 在各位的讲义上都有 你可以随时参照 现在就请看投影片就好了 我们一桌只发一份 第一个在这个讨论单元 总共会有四个讨论的时段 四个讨论的时段 然后四个到五个人一桌 那请每一桌都维持这样的人数 如果有一桌感情特好 或有一桌感情这个特薄 只有两个人要自己做一家的话 我们引导师就会去关怀一下 所以请大家就尽量维持这样的人数 目的不是限制各位 也不是规定各位 是希望各位能够有最全面的 深刻的一个讨论机会 还有一个发表机会 那么等一下音乐会响 各位知道 音乐响的时候 那个闪耀 这个我们的播放器也会闪光 那现场还会有些铃铛的声音 当这些声音响起来的时候 表示你要换桌了 就请你在五秒钟之内 移动式的学习 拿着你的袋子站起来 走到任何一桌去 你想加入的就坐下来 然后就可以开始下一个时段讨论 那么在接下来 有一个人做桌掌 这个桌掌呢 的好消息是你不用换座位 然后你要做什么呢 你有机会跟老师分开 你要做什么呢 能够认识记录讨论内容 我们这边有记录表 现在还没有发 等一下我们会用最快时间发出来 所以随着每一个讨论的题目出来的时候 桌掌就要邀请全桌的所有人讨论 千万不要让有个人从头到尾给讲话 或者是有个人从头到尾都上在讲 所以尽量的说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然后让大家都讲完话之后 把大家讲完他的要点记录下来 请不用非常详细 因为你会非常有压力 条列式的把它讲的几个重点 最多大概六七个 我们的表格上都有啊 大家学着表格走就好 把它记录下来 每次记录下来之后 座位桌上都有一张涂鸭纸 对不对 把你的记录表放涂鸭纸下面 然后就结束这一轮了 那么 每一次我们换位置的时候 新的伙伴会来 对不对 你就用两分钟之内的时间 请不要超过两分钟 去汇报一下 刚才那题我们讨论了什么 去跟新的伙伴讲一讲 新的伙伴也可以不用一直问 一直延伸 就听一听 主动聆听 积极聆听就可以 然后接下来桌长就邀请大家 开始讨论下一个题目 新题目发作之后 是我们做定制会发放 投影片也会有 所以会有投影片和纸本 各位要是看不到纸本 或投影片两方面都可以补墙 然后总共是四题 在结束前呢 我们会邀请所有人回到你 现在这一桌 就是各位现在起点的这一桌 去做一些总结 然后讨论接下来行动方案 这样可以吗 有什么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继续往下走 好 桌长 要记录表格 邀请所有人发言 对下一个汇报者 汇报上一个讨论结果 我刚才都讲过了 汇报是所有人就听就好了 你可以不用问 你完全无意义发问 或者是要求他详加解释 再讲个故事啊 都不用 那么接下来 最后就是我们请所有的桌长 汇诊一下讨论报告交给现场门 现场各位助理 然后助理收集的时候 会交给总伴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呢 下午刚才陈老师有讲 希望大家可以聚焦讨论一下 这个所谓沟通 沟通里面的一种特殊的形式 它叫做短讲 那么将来我们要用这个 来做一些跨领域的一些 对大众的沟通 而不只是对行内的人 或计划内 或校内的人做沟通 所以我们这边准备了一个 TagTalk的影片 让各位看一下 这影片只有六分钟 它就是一个短讲 然后他是一个17岁的男生所做的 然后他是一个17岁的男生所做的